Sanmertail 9街一个商业用地计划改建成住商混合项目 开发商打算新建多少住宅单位呢?温柔泉报道 开发项目位于Sanmertail市9街477号 现在是一层楼多栋办公室 旁边是Kaltrain铁柜 附近有许多修车厂 离市中心很近 The Daily Journal报道指出 发展商计划在占地1.6亿亩的土地 新建一栋五层办公大楼和住宅大楼 内有120个出租住宅单位 其中40个单位是法律允许的额外单位 加州有法律允许开发商将房产的密度 增加到超出原本的土地规划限制 为了换取密度的增加 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可负担房屋单位 以低于市场价格出租 这个项目还包括设到给极低收入人士的可负担住房 新建低于市价的单位 不仅能够使开发商能够增加整体住宅单位数量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提供了额外豁免和优惠的条件 项目开发商Martin集团正在寻求豁免 以增加楼宇在土地所占的比例 以及增加停车位 还要求移除32棵树 其中7棵符合受保护的条件 目前这个项目有几个争论焦点 包括外形 有人偏爱西班牙建筑风格 也有人认为这种风格已经过于泛乱 也有议员认为这个项目缺乏三房单位 而这种适合家庭居住的大单位 正是可负担房屋之中需求最大的 12月12号 规划委员会将讨论 关于这项开发计划的最新进展 26台记者万若全报道 26台记者万若全报道